白俄距离上河直查最后一步 关键问题上,中国得防一手 大家好,我是萧云华 从白俄罗斯通议社了解到的消息 关于白俄罗斯加入上河组织的法律草案 在日前正式通过了白俄国民议会代表院的审核 该法案已经被转移到国民会议共和国院审核 一旦通过也就意味着白俄将正式加入上河组织 可能有些人不太明白 白俄这两个院我们可以理解为一般意义上的国会议院 分为上院和下院 白俄在2010年其实就已经是上河组织的对话伙伴国了 到了2015年成为了观察员国 到了去年7月份正式递交了申请 这个事情大概在去年9月份 上河当时在乌斯别克斯坦召开的撒马尔汉会议里 就正式确认了该国的申请 也就是说等白俄共和国院通过草案 就正式是上河组织的一员了 这个事情是上河组织和中国影响力的一种提升 当前俄欧正在交战 而白俄罗斯又是俄罗斯的战友 在北约集团穷力支援乌克兰的背景下 上河组织成员大部分支持白俄加入 其实就说明了很多东西 而在这段时间 伊朗 埃及 阿联酋 沙特等中东国家 也想加入上河组织 已经实质上划分出来了未来世界各局的阵营 随着国际战略各局的不断变化 越来越多的国家从观望变成了战队 上河组织尽管最开始的方向是 在地区性反恐和经济合作上 但到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上河组织 正在不可避免的发生新的变化 如果说以前停留在中亚和东亚地区的合作 那么现在中东东南亚欧洲等地区国家的加入 也代表着未来我们很可能开始 涉及到全球多地区的事物 一个全新的框架 正在代替旧有的秩序和框架 北俄在这方面就比较坦率 卢卡申科在接受采访时就把话说得很明白 北俄希望借上河组织在欧亚地区增强积极层面的合作 而政治层面上上河也可以弥补 北俄罗斯在欧安组织 联合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无法得到的东西 白俄的加入也是俄罗斯真实情况的尴尬折射 俄罗斯在战场上的表现 让白俄感到了危机感 不得不寻找新的组织当靠山 不过对中国来说 上河组织能迎来许多新的国家 那自然是好事 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 也表明上河组织未来的前景会十分的美好 但是现在的关键问题是 俄罗斯以前是有过前科的 当初为了平衡中国在该组织的话语权 强行把印度拉了进来 结果搞到现在 印度跟着美国走了 在上河组织里面又始终是治劳好处 不单义务的角色 很多事情因为印度的搅合 只能放弃 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关系 大家是有目共睹的 现在白俄进来 会不会增强俄罗斯在组织里面的话语权呢 甚至搞到最后 胜利果实 会不会被俄罗斯拿走呢 这是个关键问题 我们还得仿一手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里 咱们下次见 咱们下次见